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9月19号星期六 习近平要投9.5万亿来研制芯片 公布说在2025年前将投放了9.5万亿人民币发展的中国的半导体的产业 以应对川普政府的对中国的限制 说这项任务的优先程度如同当年的制造原子弹一样 你知道吗 就当年清全国之力制造原子弹 现在也是 说由于华为无法获得芯片 增强了中国打造自主替代产品的急迫性 所以习近平的亲自下令 这个东西来讲说实话不是很科学 之前也说的中国科学院他们院长也是说 我们的人要开始每个人承担一个项目签军令状 除了你承担的目标和项目之外 不许再搞别的了 不要再申报任何什么讲 就安心搞这个 我当时就说科学不能这么搞 你知道吗 你这么搞他不科学 好吧 结果我这么看任正非也是悲观不看好 有人把任正非就是说的一个讲话的一个视频翻出来了 说这个视频你说什么 任正非非常的悲观不看好 任正非说 说以前我们中国咱们修路修桥修房子 那个时候已经习惯了 知道吧 我们养成一个习惯 就什么习惯呢 就只要砸钱就行 都能搞定 修路修桥 砸钱 多少钱 投赢钱给我修 他说但是现在我们发展的这种电子工业 我们过去的这种砸钱的方针是不行的 尤其芯片行业 光砸钱的不行 要砸数学家 物理学家 化学家 这是一个科学的东西 他不是你这种土包子 这种没上过学的小学生 就说干嘛都砸钱 拿钱砸他 拿钱砸死他 对不对 说芯片行业光砸钱是不行的 当然任正非的观点 我们也对吧 反正习近平同志如果听了不高兴的话 你去跟任正非说去 这不是我说的 好不好 你们自己上网搜视频是有的 任正非说的关心芯片 好吧 反正任正非现在公然敢跟习总唱反调 太不像话 这些小道理吧 谢谢大家